丑文 调查局高官泄密 连你祖宗八代都知道 堂堂调查局国宝级调查官 却有可能是泄密给涉案金主的 罪犯天啊 这是在眼无间道 还是打错啊 他 调查局专门委员钟高明 是国内侦办洗钱案第一高手 他的呵呵战功 包括国安密账案 拉法业界采购弊案 以及代表作 前总统陈水扁女婿赵建平 涉及抬开内线交易案 赵建平上靠 更是轰动台湾的经典画面 没想到他的神话完全破灭 更让调查局蒙羞 检方正办犹豫科技 前董作钟伟义涉嫌违法炒谱案 在搜索正信金主的家时 却找到了持有调查局 法眼系统才有的机密个资 以及手写情资 金主供出 这些情资 即是钟高明本人 在咖啡厅交给他的 钟高明承认有见面 不过是为了查另一个案子 他并没有给金主情资 可能是不小心被金主收走的 这种话你相信吧 检察官也不相信 为检方在金主手机 查出其他情资源头 还是钟高明 而钟高明的情资来源 都是调查局内连的祖宗八代 都查得出的法眼系统 既然他的相关的机密 对于国家社会影响既然重大的话 他是不是要有遇到 市场的职务去处理这样的问题 检方在昨天依献密罪 将钟高明提起公诉 2 1 钟高明 你是调查局20期的大学长 你怎么面对你的学弟妹 东新闻综合报导 他们都是苹果日报的爆料公民 你还在等什么 每月两则爆料被采用月零两万 每周点约数最高 再送奖金五万元 现在就加入苹果爆料公民行列